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4台北玫瑰战 3月起在花博公园 新生园区的台北玫瑰园登场 六大展区超过800个品种 与5000多株的玫瑰盛开 一起来感受春天的浪漫氛围 那我们一起来为玫瑰园注入 美妇能量 2024台北玫瑰展 玫瑰盛世正式开展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立法委员王洪威 及市议员秦惠珠 林真宇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4台北玫瑰展选在3月8号女神节 在新生公园台北玫瑰园为美开幕 800种超过5000株的各式玫瑰花 不仅是全台最大的玫瑰花园 蒋万安跟挂宝镇 是全国最漂亮最美丽的玫瑰花园 不是号称 是确定全台湾最大的玫瑰花园 就在台北市 而且不只是面积范围最大 我跟大家挂包紧 是全国最漂亮最美的玫瑰花园 对不对 所以我敢这样讲就不怕来比较 只怕你不来 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 或是其他县市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市 都来我们新生公园 欣赏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展 占地1.5公顷的台北玫瑰花展 分为六大展区 包括品种区 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 玉种家花园 秘密花园及园艺植物布展区 其中品种区 可以看到众多的玫瑰品种 花海区则让人宛如身处花海中 这些区域就是会有不同的品种 例如说花海区 就是它的玫瑰品种是 比较高的树玫瑰 然后它可以创造一些 就是在民众 在走在那个街道上的时候 它会觉得就是置身在花海 所以我们就会叫做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则有色彩缤纷的各色玫瑰 尤其罕见的绿玫瑰 更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 及游客潮胜的对象 直呼好特殊 因为一般的都是以粉红 黄色 红色为主 那绿色的是 它跟叶子有点接近 比较不能凸显 对 但你拍起来感觉就很漂亮吗 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花形 那在刚才它的一身 就培育超过250个地区中 所以是非常优秀 在公园处人员的解说下 台北市长蒋万恩开心的欣赏 玉种家花园的玫瑰花 还闻了英国玉种家 大卫奥斯丁培育的古典玫瑰花香 它会稍微有点风信之味道 但是又没有风信之那么清 市长闻起来味道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不错还蛮香的 银丝花园也是今年 台北玫瑰花展的新亮点 透过雕像 蝉蝉流水 和融入当地景观 让玫瑰花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 我们这次有特别布置 就是英式花园的一个布景 让大家在这个花园里面 可以感受到 就在英式的花园里面 那为什么要用英式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玉种家花园 总共会有三个玉种家 那其中一位就是 那个英国的玉种家 那它整个英式的一个古典玫瑰 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现在目前其实也在放得非常漂亮 还有由石造拱门和爱心喷水池 组成的秘密花园 同样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不过代表浪漫与幸福的玫瑰花 不仅在照顾上非常不容易 不同品种的开花期也都不一样 如何在三月展期 让玫瑰花同时盛开 可是有诀窍 在照顾玫瑰的部分 我觉得重点就是在秋季 我们会有一个中间 就是在整个玫瑰株 我们去剪 就是修剪的时候 我们让它留些芽 在秋季的时候会绽放一次 非常漂亮的玫瑰花 那在冬季的时候 再抢剪一次 那冬季抢剪的时候 那个资业量 抢剪下来的量会比较大一点 那也是在促进 现在三月份 让它促进它开花的一个工作 上三二一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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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与多对在玫瑰園取景拍摄的新人合影 比给予祝福 台北市长蒋湾也分享多部以玫瑰花为主角的经典一文作品 不管是凤飞飞的可爱的玫瑰花 大家都耳熟能详 还有包括小王子这本书画册里面讲到的玫瑰 也代表着教了它怎么样去爱别人 当然还有电影《美女与野兽》这部卡通大家看过 里面的玫瑰花也代表着我们抛开偏见 那另外还有歌剧 也就是有一出叫《歌剧魅影》非常有名 里面有面具玫瑰更象征着此生不渝的爱 我想这都是非常多经典作品都用玫瑰呈现 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你是要来脱单要来告白 或者已经有另一半带着太太先生好伴侣 一起来这边 心想没有相信都会有更多的浓情蜜蜜 特别3月8号今天是什么节 国际妇女节 也是女王节 也是女神节 所以欢迎大家邀请另一半前来 那同时我们3月14日也是白色情人节 也非常适合来到玫瑰花园区走走逛逛 不时从头上呼啸而过的飞机搭配美丽的玫瑰花 更有一种出国的氛围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方面表示 受到今年天气较寒冷的气候影响 玫瑰园预计从3月中旬逐渐进入盛开期 是散化的最佳时间 除了散化外 园区还规划了许多精彩活动 包括专为新人制定的美好见证活动 邀请新人到玫瑰园拍摄浪漫婚纱照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玫瑰对杯 对园艺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参加平日下午的导览活动 欢迎国人3月底前到台北玫瑰园 感受春日的幸福与浪漫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大道成青年戏曲艺术节 迈入第十届 以十年十亿念青春集大成为题 号召戏曲新生代 一同集大成 推出全新的创作 展现多元丰富的戏曲文化 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 演出温馨喜感的爱情甜剧 陈凤快絮 还有唐美云歌仔戏团青年团的 无盛英雄 以幽默诙谐方式诠释当代英雄 迈入第十届的大道成青年戏曲艺术节 号召青年艺术家们集合大道成 推出四出全新创作 展现戏曲多元丰富的面貌 让戏迷们看个过瘾 要看虚 都会想到这个大专业 这个许愿 我们自年轻人在这里做到老了 演员超过七十年了 所以今天坐在无奥 来在教堂学生 我们这个学生 大家都很认真 我和小米就是 辅助来推广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两个是国家的保存者 所以我们就认真 来教这些学生 谢谢大家 多多给我们支持 三十三十一 一定要来看 生风快轩 真好看 真好贵 这位青年的时间 明王众团派出我们的执行长 那个丹教宴 所以我们做两出题 头子里去 时间是三月十六十七 纪定风魂度假 第二个礼拜 我们做的议文就做 救命 所以这两出题 给我们本土传统疫情的 关锁加上现代气劫的舞台设备 要完全呈现 我们大到柳 我们的期待就是说 有真亲的来行观众来看他 并期待少年的观众来看他 我们感觉很少年 我们这个戏里的故事 大家就是说 生风都有什么蝙蝠侠 很多雷神索尔这些英雄 那西方在东方的这些 这个英雄的这个部分 也有一个不平凡 但是他是一个平凡人 他的内心呢 他是要救他的梦 救他的家里 在有法度那些累心嘛 产生了那种英雄的气概 跟英雄的梦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那这个部分呢 在团圆跟我的部分 我们共同一起演出 然后在四月十三号 十四号 一定要邀请所有观众朋友们 走进大中间 十年十几年 青春集大中 倒数三二一 第十届青年戏曲艺术节记者会 还特别开放锁票参加 号召市民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希望让更多人 参与清一节 感受戏曲的美好 一起为台湾戏曲传承而努力 我们在十年以前 就想说台湾本土的戏曲 《寡计》和《寡计》 应该不能让它 渐渐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自己开发一个 传统戏曲青年艺术节 希望把它当一个平台 让对传统兴趣 寡计或报寡 有幸福的年轻一代 在我们的连长 和资深的好的演员 他们能够传承 所以基于传承 这样的一个概念 希望把台湾本土的戏曲 有留一倍 希望台湾本土的国家 保抵业丁丁丁 可以这样应该把它团 所以今年 因为刚才提供的 第十节 第十节 所以我希望今年 把整个演出的规模 还有整个规划的想法 我们希望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转型 所以今年这十节 我们希望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一个转型的开始 那由林华元 由唐美音老师 由王晶英老师 还有小米老师 来给我们带领这个改变 跟转型的开始 非常感谢他 除了四党剧场新智首演 4月5号 6号 在大刀城码头 5号水门广场 还有两党掌中系户外新作 精彩可奇 精彩电视幕剧场 就是把封神版的 最前段的故事 罗扎老档案 但是我们改变 改变是这个 李罗扎跟他父亲 李静的关心 父子情 所以我们精彩是 最拿手的 就是3D动画 所以我们这次 在户外演出挑战 用3D的浮空荧幕 浮空投影 前后头来呈现 就是东海的场景 一些 它联维画心 一般联维画就是有一些 布幕 但是我们就是用投影的方式 用心 这个罗扎联维画心 本剧团 无作生意阁长 中剧团 我们这一次改编 是我们希腊神话 梅杜沙的故事 我们采用的是 布袋虎的减减虎 我们布袋虎的减减虎 就是好小声好小大 好三个月 三小月 我们又改编了提升的仙侠戏 神界 人界 妖界 以后的减减虎 都是采用的就是 美好的演出 都是好的结局 可是我们这次采出 就是我们美杜赛的故事 就是比较来演出 我们也邀请我们当代的 孙悟宽导演 以及我们的 陈乌龙老师 有用精心制作音乐 今一节除了培养 年轻戏曲艺术家 更重要的是 吸引更多观众 走进剧院 培育出新的种子 让传统戏曲新生命 萌芽茁壮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道疆生殖 观光事业科成果发表会 透过师生其心 展现丰硕的成果 调酒的表演精彩夺目 棒球队实力惊人 舞台灯光一下 观光事业科学生 以流畅的身姿步伐 搭配音乐节奏 完成花式调酒 尽情挥洒清纯洋溢 传统调酒队也充满自信 跳着令人狼狼伤口的歌曲 让台下观众 看见调酒队的精湛演出 因为我们前阵 就是之前有就是去回顾影片 就发现因为我们本来 因为传调就是传统调酒 是比较一下 比较内向的人去 就是去演示的 但后面我想说 因为要抓住大家的眼睛 然后而且就是大家就是 比较喜欢那种活泼的气氛 那种 然后我们想说要跳跃 跳跃自己的那个局限 然后把局限扩大 然后就是一直练习 然后反复看影片 然后同时增加自己的自信信心 然后你就会合作中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就是雀跃 然后很开放的 就是大声的 就是把它演示出来这样子 另外观光事业课的棒球队 延续第十届黑豹棋高中棒球大赛 全国第七名的佳肌 球队的野球魂与热情致烈依旧 透过持续训练与积极参与各项赛事中 看出队伍的好气氛与潜力 我觉得在道章商职学的很多 就是不管是球技 因为教练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会教 而且他们跟球员们都没有 就是没有隔阂 对 教练们跟选手们他们都非常的亲切 对 教练也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幽默 对 教练会有时候在练球的时候 都会开玩笑 练球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比较没有什么学长跟学弟之分 大家都比较像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哥哥跟弟弟的那种角色 对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今天第一个先说棒球的话 我觉得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好 就是教练们教的东西 都是跟棒球 非常专业 对 那 如果你就是在这间学校你不想除了打棒球以外的话 他还有提供我们就是饭店 饭店实习 对 那边的工作内容虽然非常的辛苦 但是那边都非常的专业 对 那些学生们也可以学习一些第二转场 高三W饭店特色班乘着当红的潮流文化介绍寒风元素 毕业及就业的班特点 持续吸引学子就读培养技能 我们这三年在饭店就是可以学到 就是跟产学合作嘛 所以我们也比较早步入跟工作有关系一些环境 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不同的新东西 怎么去接待一些客人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比起在学校里面死板的去看那些书什么的 都还要更实际一点 因为直接接触到客人也比较有不同的感觉 毕业是急就业的那种概念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饭店里面跟业界一起合作 我们参加了有数百名选手的国际的打赛 就是金尊杯跟金绝杯 我们金尊杯里面 我们在调酒上面 我们荣获了全国冠军 拿到了第一名 那也在他的手冲咖啡 这个也很不容易得到的 我们也拿到了全国冠军 全国第一名 在数百位选手当中 我们有这样荣誉的表现 让我们实在非常的高兴 这一届在老师们的热心 爱心 耐心 关心的指导下 有这么样丰富的成绩 这么样丰硕的成果 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也为他们感到骄傲跟光荣 我们的观光事业科 我们里面有两个大的主轴 一个就是台北W大饭店 我们专才食物的特色专班 在这个里面 我们跟台北W大饭店 都是已经是搭配得非常的好 它是我们重要的产学合作单位 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 就直接成为台北W大饭店正式的员工 所以今天我们与会的都是有他们副礼 都来做一个参加 能够给我们同学 也就是一个选材 能够直接进去担任正式的员工 我们的棒球校队 也是有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的观光事业科里面 我们就是有棒球校队跟调酒校队 那棒球校队在我们2022年 我们拿到了全国的前八强 也就是全国的第七名 在黑豹旗中信碑里面 有这么样优异的好成绩 而且获得非常多的奖项 我们也为他们觉得非常骄傲跟光荣 那当然都有选材哦 那都被各个像文化大学 就是全国的冠军队也来 就是有公费的直接进去选材 希望他们也以后为我们国家能够争光 今天是我们到江山只观光事业科 2024年就是一年一度的 这一个毕业成果发表会 那当然就是学生把三年所学 一一的都发挥出来 对发挥的零零尽致 那最后我们就会呈现我们三年来 就是在观光科 我们W特色班他们三年来的成长影片 来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成果发表谱写精彩动人的高中年华 校长同时也对观光科学制 三年来倾注心思与汗水的自我培育 以及老师的传道授业给予肯定 高分评价这次的展现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卫福部国建署调查显示 女性的吸烟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特别是在国三这一个年纪 因此呼吁女性要早日戒烟 远离死亡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女性人口吸烟率由2000年16.2% 降至2020年7.8% 吸烟率的降幅较男升高 不过国建署指出 110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结果中却显示 我国18岁以上的女性吸烟率 由民国109年的2.9% 上升到111年的3.7% 特别是国三开始 一直到高三年龄段皆有微幅上升 女性吸烟已成为需要关注议题 因为这两年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年的女性的吸烟率 还有我们青少女的吸烟率 那么是有一些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为了呼吁大家能够避免烟害 能够尽量避免接触烟品 那有吸烟的这些女性 我们也提供了多元的接烟服务 那有多种相关的管道 来提供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利用 所以来特别安排今天的一个记者会 那从整个统一看起来 我们整个成年人也好 青少女也好的吸烟率上升 最主要的那个烟品还是在于电子烟的一个吸食 那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国内目前是没有合法的电子烟 未来也不会有合法的电子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媒体们帮我们多先倒 111年的这个承认吸烟行为调查 刚刚署长提到的 女性的吸烟率从2.9已经上升到我们的3.7 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别也关注到说 我们这个国高中的女生 特别青少女的部分吸烟率也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要关心一下 特别是在国三高一高二高三 就开始这个吸烟率有为辅在做上升 所以成人女性里面又特别是在30到39 还有40到49岁 特别这一块是兼顾着承上 要照顾我们家中的长辈 又要带我们的家庭的小孩的这个年龄层 那特别是经济的主要的资助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女性或者这个年龄层的男性 吸烟率都比较高的时候 能够来做戒烟 让我们的这个小孩跟家庭的成员可以免于二手烟害 那这个数据也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吸烟率的部分 特别颅列颜色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青少女在这个电子烟的使用上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那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透过教育部的管道 还有我们的很多网红 还有相关多元行销宣导的管道 来让我们的孩子 知道这个电子烟的相关危害 那如何去避免接触跟勇于拒烟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 去年烟害防治法修法的时候 扩大禁烟场所 所以我们现在室内的公共场所的二手烟 保护率大概已经达到九成六了 那可是在家庭的部分 就不管是成年女性或青少女 其实都发现说 大概还有成年女性大概有三成 那青少女的部分 大概有接近两成七左右 所以每四个就有一个 青少女其实会有家庭二手烟的一个危害 我们怎么样子来正视这样的一个 关注这样的议题 那来让他们能够关心到他们的健康 WHO统计有75%死亡 是源自于吸烟造成的心血管疾病 癌症及呼吸道疾病 吸烟者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三倍 而女性除了健康问题 还可能影响容貌与怀孕 急需大众关注 大家有一个概念 抽烟不是只有造成肺癌或COPD而已 不止 它跟全身几乎所有的 这个癌症都有相关 因为咽品里面四千多种的成分 然后许多的毒素是透过血液循环全身的 所以全身所有的癌症都会受到影响 包含我们时代癌症里面的前三名 乳癌 直肠癌 肺癌 还有我们消化系统的口腔癌 食道癌 胃癌 然后肝癌 胰臟癌 女性的子宫颈癌 甚至是泌尿系统的膀胱癌 肾脏癌 还有我们的急性白血病 全部都跟抽烟有关 只要你抽烟 那你的死亡率就是会增高 不管你有疲癌 没疲癌 都一样 除此之外呢 除了癌症还有什么 吸烟也跟我们的心脏内科 甚至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科 息息的相关 抽烟的人更容易罹患 心脏病 脑中风 还有癌症 抽烟的人呢 死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呼吸道的疾病 是所有死因的四分之三 抽烟是不抽烟者的三倍 那同时呢 这个国外的研究显示 吸烟会减瘦 减瘦多久 减瘦23年 女人的天性是什么 是暧昧 对不对 大家看到我就知道 我也是一个暧昧的女生 但是呢 抽烟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我们皮肤不好 对眼睛不好 对孔敲牙齿不好 牙齿会黄 还有呢 其他就是骨鬆啦 然后这个复科的问题 还有心血管疾病 针对女性呢 不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受孕的减率会减四分之一 就是减25% 那这就在我们的国安危机 少子化晚婚不婚 又在雪上加霜 更加加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同时呢 还会增加什么呢 肺癌子宫颈癌 子宫底癌 甚至最恐怖的 全国头号女性死亡率的癌症 乳癌 会增加7.2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再来还有呼吸系统 COPT是22倍 以及这个如果同时抽烟又合并 吃这个避孕药 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比率是10倍以上 还有呢 我们女性妇科会提早停经 生育率会被缩减 还有呢 长相 就像组长刚刚报告的 女孩子吸烟会有典型的 我们俗称叫做烟脸 会变老 而且呢 脸会越来越像男生 会变臭 吸烟民众可以善用专业戒烟服务 共同营造健康的身心 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 国建署鼓励女性朋友们 为自己家人或未来的下一代健康着想 由于拒绝烟品的危害 向严说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迈入第三十七届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 今年以台北风采为主轴 从3月9号起到6月8号 为期三个月将有30场次的精彩节目 内容涵盖了歌 乐 舞剧等艺术表演形式 带来全台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艺术盛会 旅获国际大赛奖项的双子二重奏 还有旅发打击演奏家乌新玄 与北市国吉乐首席谢崇新 带来一场吉乐家们的古乐饗宴 宣告台北传艺季开幕音乐会 将在3月9号正式登场 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 集结国内外名家 带来歌 乐 舞 剧等不同领域形式的节目 打造缤纷多元的传统艺术盛宴 那我让我们在各方面 不管在传统现代艺术 整个的结合上 都让四国有更进一步的成长 那我想在四国 在今年自1988年开始 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 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在37年来 我们从来不间断 那在整个演出的内容 也不断的求新求变 那我想在今年 也是从建成140周年 那我们在以台北风华的为主轴 从3月9号到6月8号 办30场次的一个精彩节目 整个内容涵盖了歌 乐 舞剧等多元的一个表演形式 那我想我们也是一个 应该是全台规模最大的一个艺术剧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 很开心我们迈入第37届的传统艺术剧 那我们开机议会请到两位 简正廷简正佑 双子 二重奏 然后还有吴欣玄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就是旅外 就是现在就是在国际上一线的演奏家 那再包括我们就是结束的音乐会呢 我们也有吕世青老师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柱小丁协奏曲 那我们也伪创非常多台湾的作曲家 然后还有欧美的现在一线的演奏家 都我们邀请来跟我们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 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年的传音季 还是会维持的就是这个多元开放 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台湾这块就是 很不受就是各方社会 或是政治压力的干扰下 然后我们国乐团可以很自由的 去安排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的这个成长是很有机很健康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国乐团的成长 继续持续下去 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市民朋友 或是全台湾的朋友也可以走进音乐厅 那实际来听听看 现在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然后相信会给大家一个 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出 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那今天呢其实我的角色也很简单 就是告诉大家 传统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呢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十七届 要正式呢要跟各位呢敲锣打鼓的开始了 在未来各位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今年一百四十周年的建成的活动 我们也请了国乐团帮我们很多的忙 希望建成一百四十周年的活动呢 让大家更加感觉台北这个城市 虽然我们被其他新的城市在预算上 在政府的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推动上 有逐渐呢被拉平或者是赶上的这些压力 但是我们台北市市政府 真的很努力的发挥了我们台湾 作为首善之区的台北市 我们努力的要作为一个文化理性的指标 传统艺术季正式开裸 百花齐放的传艺季节目 除了北市国精彩节目之外 还邀请到活跃于国内外各地的团队共襄盛举 6月8号闭幕音乐会情运新片 更邀集国内金剧音乐大师 与魏海敏 唐文华 朱安利等金剧名学齐聚堂 为金剧音乐带来新风貌 我觉得台北艺术季给我的 不管是记忆也好 或者是在当时参加的时候的 那种兴奋的感觉 就好像是台北市在办一个 很大的一个自己家里的活动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在每一年呢 他们也都这个花了很多时间来做策划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节目都不一样 那我非常的荣幸 就是今年也来参加 而且是这个为了李超老师 这位我们这个金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位琴师 他已经80岁了 那么请他来演奏他的曲子 那我会唱最后一段就是这个金锁记的一个唱段 那这个曲子呢 应该说很多人都看过金锁记这个戏 那么但是我们这次是把它浓缩了 我想就是台北艺术季的这个活动呢 除了带给我们的这个回忆 带给我们大家好像有如一个大家庭 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庆祝的这个活动之外呢 我真的很盼望台北市的这个朋友们 能够来多多接触 多多亲近这些表演艺术 传统艺术今天刚才提到三个节目中间 有李超老师跟魏怀明老师的节目 这样的一个节目 当然放到国际间也都是响当当的 可是我们传统艺术就是这样 我们传统艺术从另一个向度来诠释它 来发掘它 因为没有传统就没有当代 每年的三月到六月的时候 我们在这三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台北市旅行园团会收到就是很多艺术团队的申请 投件或者是我们也会邀请 让我们排出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艺术季的节目 那我们就等于是为了就是台北市 或者是全台湾的月明朋友们 然后我们就会整好就是这些节目 然后我们提供出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最主要是在中山堂这边 然后就是走进就是我们这个场馆 然后来听就是我们这些演出节目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喜欢传统艺术 或者是喜欢东方艺术的人 不管是你已经是爱乐者 或者是你想要踏入就是这个东方艺术的这块领域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最好的接触点 2024台北市传统艺术季系列活动 从台湾到世界 从传统到现代 从古典到跨界 多元丰富的节目 邀请观众亲身体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三八妇女节前夕 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新界限 要尊重敢拒绝记者会 由市中蒋万安带领各局处首长与民间企业 宣誓为市民守护安全空间 公车上的情境局模拟女性受到性骚扰时该如何防治 公车司机与乘客的热心帮忙 助受害者勇敢防治性骚扰 台北市政府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由蒋万市长带领局处首长与民间企业 宣誓要为市民打造安全空间的决心 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许多的公共场合 都会发生性骚扰的那种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勇敢地站出来 杜绝并且防治各项性骚扰的发生可能性 那国际妇女节也代表着在过去那时间 很多朋友争取女性权益性别平等所做的付出跟努力 那台北市身为首算之都 我们不管是对于生理性别或者是性别认同 这种所谓genital identity 在台北市工作念书生活 其实都应该值得受到更友善的对待 那这一方面 其实台北市我们也创了很多的作为在介绍房子的方面 所以不管是我们首创全国第一个企业 也刑约平等的认证 我们不只是鼓励企业 也协助企业打造性别友善的这种环境 另一方面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持续地参与 联合非政府组织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也透过国际交流经验的分享 让大家了解台北市我们对生肖房子相关 作为最新的作者 也参考其他国际主要城市 他们的作为 那另一方面 台北市也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办公室 在去年 我们也甚至正式成立全国第一个 应该也是目前唯一 性骚扰防治的服务专线 我们透过这个专线 提供全团一战式的服务 法律的资讯 心理的支持 以及后续的照顾隐私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 在去年我也特别安排了 张恩贞检导官 到我们市政会上面 做性质好防治的各项宣导 以及让局所长更了解 新别平等的重要性 那去年中央性比三法 修法通过 不管是法征的提高 申诉管道的增加 还有对于被害者 申诉期间的延长 各项心理支援的支持服务等等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 我们非常乐见 未来中央地方 共同扩大整个防治往后 能够接触每一位受害的被害者 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感谢 我们不管社会局 还有各局处同仁 以及今天参与的 包括捷律公司啦 还有很多民间的企业 买货 然后客运业等等 大家共同响应 刚刚新东剧也只是 现在发生信号案件的其中一部分 其实样态非常多 刚刚社会局长也告诉我 其实魏全龙的音乐团 也特别邀请社会局 去帮他们上课 所以可想的 其实在各个领域 每一个行业 女性朋友也好 男性朋友也好 都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应该都有可能被性骚扰 这个事 我们必须要特别特别注意 02-2391-1067 请问一下市长 这个打过去 有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 来进行协助呢 这个我知道 这就是去年 我们全国首创的 新骚扰防治的服务专线 哦 局长 这个是正确答案吗 诶 性骚扰防治 咨询服务专线 掌声鼓励 去年中央性骚三法修正通过后 强调公共场所主管机关及企业负责人 防治性骚扰的责任 北市也成立全国第一个性骚扰防治专线 为全龙啦啦队应援团小龙女也行动支持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做到要尊重感拒绝的台北新界线 这张啦啦队的身份 时常要在公共场所进行表演 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会比较担心说 会不会遇到性骚扰的事件发生 那当下呢应该怎么去反应 或是应该怎么处理 那很开心就是看到企业 以及公共场所的机关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们 还有主管们都来到现场 那我也会觉得说非常安心及安全 那我们明天好像社会局的主管 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就是 进行一系列的教育课程讲座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参加 谢谢 市府号召妇女管及台北市各区 副陪中心办理网路串联 主题新课程座谈等活动 让市民更了解遇到性骚扰时 该如何求助与自我保护 以及性骚扰防治新法相关规定 参加还有机会抽限量好礼 台北新界线要尊重感拒绝 让我们用个坚定的眼神 大声的与大家一起宣誓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伊甸基金会投入早疗服务迈入第三十年 今年携手即将成为爸爸的公益大使刘冠廷 邀请社会大众多一点微笑 多一些行动 让每个特别的家庭都能被接住 自信的在台上打鼓漫飞天使瑞婷 是伊甸凤山早疗中心十四年前的毕业生 而现正就读伊甸妇佑家园的漫飞天使罗依 是早产儿 今年四岁已经接受早疗三年 在伊甸的陪伴下明显进步许多 因为像他这样特殊的孩子 其实一般的保姆就是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好好的照顾 那我跟爸爸都是需要上班的 所以大家他在一岁的时候 就有社工的介绍 我们就到了伊甸妇佑家里去上学 然后现在已经他要五岁了 所以一路从他那时候可能只能躺着 然后到现在可以坐着上课 其实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是 我看在影片当中 老师都可以跟他玩 然后很多的指令 他都能够去表达他想要去做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其实罗依他是没有后遇的孩子 那他其实就是都需要透过人士的观察 或者是就是要去反应他的需求 对 然后他现在也开始会有 他在抗议喔 对 他在抗议喔 然后他其实会表达 对 他说我会 对 他说我会 家长其实会很 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孩子 然后也会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他 就是去做活动 可是透过老师的帮助 然后一些专业的协助 我觉得就是可以见证的让 就是那个家长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所以我那沉溺的社团 也是想要把这些点点的意义就是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挫折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很大的期待 这个孩子很快的长大 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的慢 甚至你会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在前进 有种原地踏步的一种困惑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用透过这些书写的方式 把这个心路历程记下来 然后也跟就是一样是这些特殊孩子的家庭去做分享 然后也让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说 他们平常看到综艺的一些记录的地方 或者我们来记下来 就是提醒自己说不要错过这些点点的 就觉得很荣幸可以有受到这样的邀请 这样的公益活动能够走了三十年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自己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包含我自己都要有小朋友这样 就觉得如果可以用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暖 然后更和乐的话 那我也是觉得可以参与这件事情 觉得余有容颜 伊甸早聊三十 Say Hi 家典爱 邀请即将成为爸爸的艺人刘冠廷 担任公益大使 并且和漫飞天使们拍摄公益影片 刘冠廷咬着爆米花象征爱的抱抱 呼吁社会大众用爱拥抱漫飞天使 我爱担任他的时候我其实超级大 因为还没有认到 一样的对比较大 一样的对比较小小孩 对 这样纯洁的灵魂 你看那些纯洁的天真善良的灵魂 你也很纯洁的灵魂 我也受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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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了灵魂的灵魂 我不知道我那个存在有灵魂 但我真的是本身 有没有那个幻想 对 我也不敢再说我蛮喜欢小朋友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身上有一种很纯真的特质 是上天的赐予给人类的超能力量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们紧张的那样的相遇 然后相遇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两个小朋友有接触性格 就是比较活泼 如意就比较文静 但他们就真的很专业的完成那天的拍摄 还有我在后面等待的时候 觉得自己 不能脱累 不能脱累他们 要跟他们一起玩 其实我觉得孩子就是玩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不断的玩 其实就是面对不同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 所以当天你们 我看你有拍照啊 对啊 看影片那个 对啊 那个回忆就知道 闪现在 对 比如说 有些人知道说 鞋子飞出去了 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喔 很厉害 所以我就看到 飞出去 然后脚就会出起来了 然后罗伊安卡还有一个车车马 还是什么 她说她就是她的女朋友 蛤 你是有女朋友耶 不是才4岁吗 就是她车车玩具 女朋友是她的女朋友 她就可以看啊 然后找 然后大人就会用 可能那个尖叫机的那个 然后在那边引导他们看前面 那因为要引导他们看前面 就跟他们玩啊 然后说 欸我们来看前面咯 然后起来一闪一闪 那天竟就吃了 看前面 然后我说看前面 我们可以taker了他们 然后就忘记我自己 要看前面 然后我就 你没有发眼 发眼说 不是你 看前面咯 我就说 天哪好不好 你瞬间变小朋友 对 很久没有那种感觉 他们一直很神奇 就是哇 很开心这样的社会上 存在这样的 团体 可以给大家 这样的支持 我觉得大家 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有恐惧 难免会有焦虑 挫折 但是一定就是 像刚刚 傅子傅子一样说的 这种 不用怕 就是你也不要害怕 社会病 也不要先或什么 你就会勇敢的走出来 然后 找资源 对找资源 然后不要害怕 因为一定有大家在背后 我会努力的 接住你 撑住你 可以帮你们一起度过 这种 辛苦的时光 真的 孩子的成长 需要你我一同守护 请支持 伊甸基金会 弱势儿童服务计划 伊甸早疗服务30年来 每年帮助超过2万名 发展迟缓儿 尽管早疗观念日益普及 但仍有许多慢非家庭 对于自己的孩子 是否能被社会接纳 感到忧心 伊甸呼吁社会大众 看见慢非家庭的需求 给予正向支持 我们希望很多的家长 在整个在早疗 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其实会很担心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不敢面对 或不愿意来进入到社区 然后接受一些早疗的筛选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 就是说所有的家长的部分 其实如果您真的发现到 您的孩子在成长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状况 或是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或者是反应比较慢 其实不要客气 你绝对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期 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以接受一些早期疗愈的一个服务 包括我们可能透过体试能 透过感统 透过很多专业人员的训练 包括语言治疗师等等 我们都希望 藉由专业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在 黄金治疗期的过程里面 可以更好更顺利 越早接受治疗 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越好的 基本上来讲 如果从母体生出来之后的半年内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评估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 对于光的刺激的反应 比较弱 或者是手指的协调性不够 甚至有些像六个月的孩子 基本上他可以翻身 但可能还没有办法翻身 那这些都是有可能 都是有潜在的一些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潜在的因素里面 只要母亲或者是父亲 家长们 发现到孩子 肯定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对光源反应不好 对声音的反应感觉不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办法翻身 甚至可能握力都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接受到 我们的早期疗愈的一些的治疗 或者是开始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社区宣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的教育家长 希望他们在整个的孩子教育过程中 要随时去注意到孩子的一些成长的状况 避免孩子在这过程当中 延误了早期疗愈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早聊三十 若是儿童服务计划 多一点微笑 多一些行动 就能陪伴曼飞天使和家庭 多走一里路 早聊三十 加点爱 陪你慢慢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三到六岁的家长 请注意咯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由台北市卫生局委托17家 合约医疗院所前往幼儿园筛检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满三岁以上为满四岁儿童筛检 筛检项目为身体 口腔及听力筛检 满四岁以上至未上小学儿童筛检 筛检项目为身体 口腔及视力筛检 今年更加码补助视力筛检疑似异常至儿童 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检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视力复检的一个补助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检查期限 就是我们在做筛检以后 当年度我们补助到12月31日前 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补助 那我们补助对象的部分 是参加我们卫生局办理的 学龄前儿童健康检查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在筛检中 有发现视力异常的一个学龄前儿童 那他就可以持我们的筛检表 到我们的168家的一个合约院所 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视力检查的项目呢 就包含我们的 散同前的一个 散同前后的一个艳光 裸室的一个视力检查 那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项目 还有练习灯跟鞋式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 护眼胃胶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诊断检查 那让学童可以早期 接受相关的一个矫正治疗 依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院士储备量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而六岁以前是儿童视力发展关键期 三到六岁更是弱势邪氏治疗的黄金期 小朋友在婴儿刚出生 大概其实是大概一两百度的 大概有平均大概两百度的原始 然后慢慢的原始 随着眼球慢慢发育正常 他发育正常他就会 度数就会减少 那可是到大概低年级 大概小一或者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其实大概应该还有一百度的原始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如果小朋友 这个我们叫做储备的原始 那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筛检的依据 如果你这个原始没有 就表示你可能接下来就会进入近视 所以我们就希望开始采取 防控近视的一些策略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环境的因素就是 阅读一定要30分钟停10分钟下来 然后阅读的距离不要太近 不要在暗的地方 那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好是每天有两小时下课以外 那假日家长都带出去户外活动 因为阳光是有保护的 卫生局呼吁家长家中宝贝筛 若发现疑似异常状况 请尽速至医疗院所诊断检查 并及早接受矫正及治疗 以免错过黄金矫质期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市政府全国首创的基隆亲子照顾平台 让家长在半夜临时有儿童病痛照顾问题 都可以利用数位线上咨询 会痒吗 知道不会痒 这样去急诊好像又有一点太严重了 不然我来google一下好了 很多妈妈群都有在讲 妈妈群 可是我记得之前听说 妈妈群上面的资讯不一定正确 那我想到了 昨天我在小宝去看感冒的时候 内的医生跟我说 金融现在有个亲子照顾平台 上面有专业人员可以随时的 让我们提供资讯 那还是我们来试试看 好啦好啦 试试看 谢国良市长分享自己身为父母的经验表示 很多家长都会在半夜的时候 面临小孩有病痛发烧 但又因为诊所已经休息不知所措 因此市府特别首创LINE 线上的基隆亲子照顾平台提供咨询 方便新手爸妈 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全国 县市政府首创的亲子照顾平台 这个平台真好 他回答得非常地及时 而且上面的专业人员 他解释得非常地仔细 而且浅显易懂 让我们一看就了解 真的可以缓解我们这些 妈妈紧张不安的情绪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妈妈 有时候小朋友一点点的小状况 那我们都会很紧张 但是我们又会担心 如果在假日的时候 没有诊所的状况下 就跑去急诊 我们又会担心医疗资源的浪费 所以很常家长会很犹豫不决 那天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那个平台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 这样子 所以很呼吁大家 就是可以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 现在这个事情很危险 赶快要送到医院的急诊室 或是说有一点状况 孩子需要看医生 但是可以等到早上8点9点 诊所开以后再过去 要不然就是说 孩子还好啦 吃个安家乐 退个烧 或者是帮他抹一些 这个过敏性的药物 抗过敏的药物 然后再观察看看 我想很多家长 其实心里面都有经过 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历程 我想市府跟卫生局 他们做这个专案呢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是 真的是真人的回复 那所以以我们是承办的单位来说 我们真的就是24小时都是 而且一定都是有儿科经验的护理师 或是专科护理师 或者是医师 这个我想在资格上面 这个是我们给市府的一个承诺 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在提供 因为虽然我们都很专业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刚刚市长有讲 我们并不要取代基层 在地基层诊所医师的功能 所以我们大概在回答上面 我们还是会比较保守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实际 跟家属去有个面对面的 所以我们不做很明确的诊断 也不会给具体的治疗的建议 那我们只是会就情况来解决家长的一个问题 那目前他已经是一个正式的 然后已经有跟这个社群媒体公司 申请的一个付费的平台 所以他的人数是可以做扩充的 对对对我们是平日的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然后周末假日 主要是锁定在医生休息室 刚才市长说的 这个时间其实白天 还是能够尽量回到原本的医疗院所去做判断 这样我晚上才更安心 市长谢果良 卫生局长张贤正及医师团队 共同出席记者会 据了解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已经有150位家长加入试用 预计4月份累计超过200人 会再扩大邀请全体的基隆家长使用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在这个电影上 那么看 这是更新精力的 根据 下野燃小军 温暖的水晶 中文字幕志愿地下 等会 在这里面 混音之后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